哈喽,大家好,我是尼老鞋 要说在年轻一代的演员中 如果让我列举一个我好感度较高的演员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彭玉昌了吧 最近有一部名为《奋斗把少年的电视剧》上映 当时还看到这个名字 我都差得以为这是一个跟《变形记》差不多的中意 然而当我知道主题是彭玉昌 立刻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所以没错 既然老鞋给搭带的 就是看了第一集以为是个烂片 但是看完之后发现 还是个杀雕神片的《奋斗把少年》 影片开始在个公交车上 我们绝对会决费在双雄在这显摆 爱论球拍无法知 我妈打我跟我爸打我之间的区别 关键时刻我们男主天才哥出手 阻止了他的危险举动 我们女主单纯姐一看 当时就沦陷了 这不停让我想起喜羊羊与费羊的片段 通常是使用物力 前者叫出路 后者叫勇敢 评判的唯一标准自然就是颜值 结果下了车之后 单纯姐给天才哥指出了路 导致我们男主错过了网球比赛 为了表现自己的愧疚之情 单纯简单就要请男主喝水 结果发现根本没有钱 天才哥一看 一怕不是想来敲诈我吧 这时候刚才的废友双胸赶来 敲诈男主的麻烦 在比赛打球的时候 通过教练才知道 原来天才哥的父亲鬼才哥 正在网球界是自强的存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退役 退役之后的他就成为黑暗料理 什么榴莲爆炒香菜葱 大肠自身拌红枣 反正怎么滋不滋没来 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碰瓷 结果碰到了沙雕少年团 得力杀得要花吃鸽 这样的画面基本上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放错了画面 其实正式情况是这样的 原来这俩人都是华晨宇的粉丝 于是他们心心相惜情不自禁 就成为了好兄弟 但是在学校里 我们华智哥跟男主 是同一个网球社团的 俩人在练习双打的过程中 心心相惜情不自禁 也成为了好兄弟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音乐虽然无国界 但是容易有辈分 总之因为这是野外双打势力 天才哥和我家一块研究双打技巧 老板看轻蔑一笑 小话子 我看你不太聪明的样子 我这一本爵士密集 只要五毛钱你要不要 男主一看我靠 网球双打傻瓜入门 网球加傻瓜养殖二合一 太赚了嘿嘿 当然了除了男主之外 他所在的运行高中网球社里 还有不少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人 比如这个健身达人持久哥 他最擅长的 就是通过打持久战来突破敌人 但是别看他人高马大 看起来跟费洋洋一样 但是他却十分胆小 比如这次有人偷拍 他一听哪的声音 怕不是菩萨性灵吧 于是就在拜了一整天 此外像社团同脑站当计算哥 他的特长是通过数据统计 来预设对手的攻势习惯 从而进行反制 但是自动被男主击败之后 他就沉浸于营养果汁的开发 通过几天的研究 他终于开发出了 单位研制的知识饮料 如果对手状态不好 喝了这个维生素饮料 基本上下半身都要在医院 靠维生设备狗活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校围比赛 为了男主天才哥 跟他的好兄弟兼小叔 就找到了社团的黄金搭档 想学习双打 黄金搭档一看 那个音乐 这俩人一看 不好意思 你们这有点超纲了吧 学不会学不会 于是在第二天的比赛上 毫不疑问 两倍打得满地早呀 尤其是他这个花痴哥 他们每次看到自己的初中同学 立刻陷入智商全彩模式 我都怀疑 其实他是跟老些我一样 眼角膜是到过重创 要不然为什么 每次我看罗宝甜心的时候 还是会情不知间的落泪呢 要说我们的男主 虽然在团队里实力非常强 但是他的感情上 就是个标准的直男 那小姑娘天天主动 又是带他去逛校园 又是下了课陪他走路回家 他呢倒好 一天到晚都是冷漠的样子 但是你说你要刺激嘛 就贯彻到底了 他呢还不是 可是小姑娘不开心了 他就创烈的跟向日葵一样 对着人家笑 那小姑娘想跟他一起走路回家 他原本在这装裤 转头又聊不人家 所以陪人家待几分钟 单纯今天呢 经过这阵势 就找了个理由 约他出去修球拍 单纯就觉得 哎 我自己只要偷偷约会 绝对是感情生活的好机会 谁知道在路上 男主的父亲鬼才哥 鬼才哥的好兄弟 花痴哥 废虎双雄 沙雕少年团成员 佩姐嘉宜秉丁等 都不与儿童地聚在了一起 大家一看 忘了姻缘一线千 珍惜这段缘 反正他闲着也就是闲着 就都躲在这 看心脏直播 而单纯姐这边呢 或者打破尴尬 他呢 就开始找话题 当然了 做一部欢乐像沙雕剧 这部剧啊 更多的还将剧情呢 放在了网球上 这也配合啊 几乎全员有趣的人物塑造 但这部作品看起来 违和感较小 最最重要的是 同时还做一部 校园提到的电视剧 终于啊 大家的样子看起来 至少还是个高中生的样子 不像是 我曾经看过的那啥 大四学生呢 看起来像四十多的 16岁少年呢 看起来也像四十多的 看到这里啊 也由衷建议 这部剧呢 其实可以改个其他的名字 像是愤怒吧少年这种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幼儿节目 如果啊 这部剧起个好点的名字 说不定呢 会更火吧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喜欢白环你常点点赞 用鼓励三连来支持老鞋哟 当然喜欢白环你点关注 更多影片之后 以搞笑读的 都在老鞋说定 我是你老鞋 我们下期 再见